就已經把多餘的列給刪掉了 不過現在的話資料量還是非常多 因為他五千多筆啦 不過我是建議各位在列期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比數縮小沒關係 真的不然的話可能會跑非常的久 那另外就第一個 所以我們剛剛寫了兩段的程式 一段是用錄製之後做修改 錄製的部分還已經把它簡化到這麼短 然後再來就刪除這個日期的列了 OK然後再來要做什麼呢 再來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日期部分 它其實底下的資料怎麼樣 要把它放到上面來 有沒有 其實下面這個雖然是11月26 可是它裡面的實際上資料 看起來它其實就已經是完整的日期了 所以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日期放到這裡面來就好了 有沒有把它放 然後再做什麼 再做格式 格式的話就按右鍵 儲存格式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日期 就是我做比如這邊把它按右鍵複製 然後這邊貼過來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再把這個按右鍵 儲存格式怎麼樣 改成我要的那個日期 日期預設的這個好了 按確定 那這個是我要做的 可是如果說呢 我要做一樣的事情 那我變成我要複製貼過來 然後再格式 那裡面的話呢 恐怕有幾千筆的資料 那你變成你要做幾千次 可是呢 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要做幾千次 因為動作都重複嘛 其實只有做兩個步 兩個步驟 一個步驟什麼呢 這個 複製到這邊 把這個格式 改成 按右鍵儲存格式 那其實他背後的格式就是 制定了 就是YYY 斜線 M斜線 D 所以 其實 如果用VBI寫的話 其實呢 只要跑 一個回圈 就可以完成了 一個回圈然後加兩個動作 一個是複製 一個是把格式改成這一個 那可是程式該如何寫 按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如果再增加一個sub 如果我要做第三件事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 其實你可以分段寫 不用一次寫完 這個sub的話 也許什麼 也許我就是要複製 日期 也許這邊 複製 日期 OK 複製 然後與什麼呢 複製日期就好了 OK 然後 Enter 好 如果今天只是要複製日期 刪除我們等一下再寫 那再來怎麼複製呢 大概一樣 這個時候 不是刪除 所以不用反向回圈 你就寫什麼 4 從頭到尾 4i 等於什麼呢 其實從2開始就好了 2 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的話 因為上面有這個 所以最下面一列其實你可以把它複製下來 2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面的話不用step 因為預設 就已經是1 所以打個ness就可以 好 範圍OK了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 把 下面一列的東西 複製到上面去 所以其實 我們其實可以怎麼寫呢 下面一列 不過問題 下面一列 放在上面 底下有些可以 但是問題是 只有什麼 只有當 這個要 然後再來 就是 再隔3個 再隔3個 有沒有 所以 間隔3個 可是問題 間隔要怎麼 間隔3個 這邊的話 可能你要做一個 一樣 做邏輯判斷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可是我要如何 間隔3個 通常是這樣 可以用一個除的 除以3 於0 就可以被整除 的話 那表示說 那個是我要做的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 剛開始列是2 我的習慣上 把IA 先減掉 把它歸零 IA減掉2 然後除以3於0的話 這邊用一個mode mode是 除以 多少除以3 的餘數 如果等於0的話 等於0 所以如果你的 假設 這邊可能要刮斧一下 因為要先減 先把那個 IA裡面的詞 先減掉 2 就是讓它變成零 OK 然後mode是除以多少的餘數 除以3的餘數 如果等於0的話 那表示什麼 表示 它就是我們要做的那個 那一個列 然後 then end if 這邊end if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直接 怎麼樣 把 這個 複製 到下面一列 複製到上面一列的話呢 其實就是 不過這一行特別 講一下 你會發現 如果是 I把它減掉 2的話 那它變0 0如果除以3的話 餘多少 0除以3餘多少 還是餘0 那如果下一個 下一個是5嘛 5 減掉2的餘多少 3嘛 3除以3餘多少 餘0 3除以3餘多少 根本除 3除以3 餘多少 餘0嘛 對不對 就是沒有餘數啦 餘數的意思啦 沒有餘數 不是不是 不是說除完 除完是 除多少 是多少 那再來什麼 再來就9嘛 再來是 8 8減掉2的話 那就6嘛 6除以3的餘數 是多少 餘多少 餘0嘛 所以你會發現 所以 也就是 這個公式 意思說呢 我就是要能夠滿足 只要每跳3個 我就要做 那件事情 那你可以寫成這樣 就是先把那一列先歸零 然後再 除以多少 所以以後如果是 間隔4個 你就mode4 如果等於零的話 那我們做什麼呢 就把那個 資料 複製過來 複製的話 其實就是 把 他的那一列 的資料 下一列的資料 複製到前一個資料 我們可以怎麼寫呢 我們可以這樣寫 就是 Sales的I列的A欄 這個前面寫過 把下一列的資料 帶過來的話 我們可以把 中間加個等號 下一列的話 很簡單 下一列就是把 I加1就可以了 意思說 幫我把 他的下一列 I加1列 幫我把他 複製到前面來 特別是 下一列 複製到前一列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如果 複製日期的話 那這樣 直接把他跑 跑給各位看一下 直接執行 那 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 就第三列 意思是A38 A38的東西放過來 OK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F8 F8有了 OK 你會發現 這個 這個資料就過來 有沒有 這個因為 剛剛我可能有 複製到 我再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就是 I等於 5加6 A6 A6在哪裡 A6在這裡 等於把這個 複製到上面 2019 所以把 目前 2019 執行 A58 OK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 現在的話 他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 就把這個資料 複製到前面去 有沒有 把這個資料 複製到前面去 不過你會發現 給他老是不是 複製過來 為什麼他變成 一個數字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他只有把資料 複製過來 沒有把格式 格式是什麼 11月 這個 20 那 會造成說 他把他 恢復成他原來 原來的資料 其實在 Excel裡面 把這個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把它恢復打成 原型的話 他就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怎麼來的 跟1900年 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那問題來了 我只有把 資料 放上來 但格式沒放上來怎麼辦 特別是吧 下一行 你可以再寫個格式 那個格式的話 就我剛剛講的 格式怎麼加 Sales點 他打個N 如果你剛剛有那個 制定後面有格式的話 有個叫Lumber Formate Local 等於什麼呢 我剛剛有講 按右鍵 格式的話 可以給什麼 日期的YYY 斜線 M 斜線 D 那最後記得 瓜葛 再把它補一下 意思就是什麼 針對剛剛的 這個儲存格 我把 這個格式 幫我放在這個儲存格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 我把資料帶過來 它是 一個數字嘛 那我接下來 可以把這個格式 怎麼樣 一樣放到這裡來 所以這一行 補一行 補一行之後的話 我再把這個執行一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它的日期就完整 那底下都一樣 所以我底下的部分 我就全部把它跑一遍 全部執行 OK 那你會發現 底下 日期就OK了 但是現在還沒結束 為什麼 底下還要再把 這兩列 這兩列 通通把它刪掉 所以你要想方法 當然不是叫你 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 自己慢慢刪 刪除 刪除 哇 裡面的話 恐怕要刪幾千遍 才能把它刪完 所以我們什麼快一點的方法來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復日期 主要是什麼 把 第三 把第三列 A3的東西 放在這個上面 然後並且把格式改成 年月日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複製日期的 程式 一樣我會把它 再 放一份到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今天的作業大概就是 先把 三段 這個 批字下載 然後刪除 多餘的日期列 再複製 把它全部 RUN完 RUN 大概 基本上如果你做的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其實還蠻 需要 非常的細心 只要一點點 做錯 可能 都會出現問題 那我有把最後的程式 把它貼到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剛剛只要這一段 這一段 然後還有這一段 反正有三段 你就把這三段 再怎麼樣你就再做過一片 或者說把那個 我會把 這個 影片錄下來 你們自己再把一些 重點在看過 那如果 所以如果做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 如果正確 我先不要跑那麼多 1到10 應該直接 1先把它 跑完 它就自動抓下來了 2的話 刪除多餘的 日期列 所以刪完之後 底下就不會有多餘的日期 的列 然後再來的話 把日期複製上來 OK 因為這個 警號的話 寬度不足 所以你把它點兩下 把這個寬度 拉開也可以 那這樣就可以 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把 兩列 兩列的刪除 刪除列跟剛剛有點類似 那最後呢 再把什麼 把這個 六個號碼 幫我分開來 變成 六個儲存格 這樣的話呢 就下個禮拜 完成的 那剩下來的話請各位 回去再找找看有沒有類似 的案例 可以 快速的把網路的資料呢 全部東東都把它下載下來 請各位呢 把這一題也許再儲存一下 儲存 然後呢 一樣呢 上傳到那個雲端上面 OK 試一下